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如果说刚好在这个时候去旅游 当然不管是去日本还是去其他地方 那正好是枫叶季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满箱片也完全不同的景致 那不过呢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枫叶这个部分 可是其实在日本厂峰它叫做萌蜜枝梨 这个后面的这个枝梨呢是狩猎的意思 那直翻就是去狩猎枫叶这样子 那萌蜜枝呢我们都会把它翻成枫叶 但事实上大家都应该都知道就是所谓的枫叶 就是或者是日本有可能会写成红叶 萌蜜枝它呢不只是红色的那一种 也有可能是黄色的 再来就是它不只是枫叶 像台湾比较常知道的那种漆树 还有日本人在赏风的时候 可能也会看着阴性之类的 其实有很多树种 它只要到了这个季节 树裂的颜色会变 都可以算是赏风的一个范围就对了 其实在日本就是到了这个季节 大家就会去赏风 跟台湾人是一样的 那日本有很多就是赏风很有名的地方 那今天的内容里面呢 也会就是在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部分 那我们就先来聊聊这个 モミジガリ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好了 モミジガリ其实就是赏风 那为什么它要用ガリ这个字呢 其实モミジガリ就是去看风叶 那原本ガル这个字就是ガリ 就是刚刚讲的狩猎这个字呢 它永远就是去捕猎什么 或者去捕获什么这样子的意思 可是呢在这个季节里面呢 并不是你要去收集或捕猎那个枫叶 其实在日本里面 ガリ这个字会用在很多地方 除了狩猎以外 还有就是如果你去采水果 比如说你去采草莓 然后去采苹果 都是什么什么ガリ 比如说一枝狗ガリ 或者是凌果ガリ 就是去采收获这些东西 那当然去狩猎也是用这个字 那我最小时候 也不是最小时候 就我刚开始学日文的时候 然后我学到这个字的时候 我是以为就是 摩咪基ガリ是要去收集那个叶子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 我小时候只要看枫叶 我就一定要把那个枫叶带回家 就是掉在地上那种红色的叶子 我就会把它捡回家 然后夹在书本里面 当书签这样子 我是一定会做这件事 然后所以我家就是 到处都会有那种碎碎的叶子 因为放假就碎掉了 然后所以我小时候一直觉得 就是学到这个字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很有道理啊 就是去采收那个枫叶嘛 采收 对 但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的意思 它的起源呢 在日本来讲 是大概从奈良时代 市顶时代 那个时候的贵族之间的一个活动 就是这个摩咪基ガリ 我们把它姑且翻译成赏风 那他们呢 就是会去见赏这个漂亮的枫叶 然后摄宴 然后比如说勇唱和歌啊 去做那些休闲的活动 其实跟赏音那些行为也差不多啦 就是贵族之间优雅的行为这样 那当然这样的行为 枫叶板相片也都是嘛 所以说一般人 都是就除了贵族 有一般人也开始会去赏风 那这个这样子的行为呢 一直到江户中期呢 都还很常见 那当然现在也是有 可是现在就比较不像以前那种 摄宴的模式 好那为什么要叫嘎丽呢 其实嘎丽原本 他其实就是去狩猎的意思 那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就是呢 据说他们以前的贵族啊 对他们以前的贵族来说呢 走路这个行为 走路 不是一件很优雅的事情 走路不是太优雅的行为 嗯 他们是这么觉得 好 那所以呢 走路去看枫叶 或是就是去看枫叶 走去看枫叶 这个行为呢 不优雅 所以呢 他们都会说 他们当他要去看枫叶的时候 他们就会说 他们要去 モミジを借りに行く 就是他们要去 狩猎枫叶 我是不太懂 为什么用狩猎这个字会比走路还要优雅啦 不过 嗯 这就是他的由来 嗯 还蛮特别的 贵族就是 就是会想 太康太康 就是了 对 就会有一些 蛮奇怪的想法 这样子 那当然就是 呃 枫叶这个 就是 就是 莫米吉这个东西呢 在日本来讲 他绝对是 秋天的代表的一个风景 那 呃 他为什么会 很有人气 除了他非常的漂亮以外 再来就是 其实大家应该知道 日本很想赏鹰 对不对 好 嗯 那可是赏鹰啊 鹰花其实是很 有季节性的 他大概 从 花苞 整个开 然后到 全部没有为止 可能最多就两个礼拜 非常的短 很快就没有了 对很快就没有 可是枫叶可以欣赏的 时间就有长比较多 然后再来就是枫叶 如大家所知的 就是现在是秋天 也是枫叶的季节 那秋天又是收获的季节 所以呢 以前在这个季节呢 算是有比较多的食物 农业之类的 已经开始要闲闲下 下来收获完了 就比较有空 对 然后又可以看到 很漂亮的风景 所以他们就会比较喜欢 去看 就是去看枫叶这件事情 就越来越 多人会去做这件事情 好 那 我们接下来就要讲说 其实在日本 做什么事情 都有一定的准备 只是 我认真看了一下 这个准备 就是也是一件 一些非常 基本常识的事情 他就说 就很像去那个 见走之类的感觉 对 他就在讲说 如果说你想去看枫叶的话 你要准备什么样的事情 还有遵守什么样的礼貌 好 那首先呢 遵守礼貌的部分呢 最基本的就是 赏风 所以他是用眼睛看的 请不要去折 枫叶 折树枝 这是绝对不行的 那在我们查到资料里面呢 其实随便把 那个身上的树枝 折了带回家 这样的行为呢 在日本是犯罪的 这叫森林窃盗罪 其实我这时候 在看这个时候 我就想说 这个树枝 带回家有那么严重吗 不过 认真想想啦 大家都去折树枝 那就不得了了 就没有树叶了 对 再就是 很容易无限上钢 你只是折一段树枝 或你只是减 或许哪 你说你是减一段树枝 可是如果别人扛了 很大一 一 戳的树枝呢 他说那也是 他自己掉下来的呢 然后 或者是 这也是树枝啊 之类的 所以为了避免 这种行为呢 就是从小树枝到大树枝 都算是不要带回去的 这是会比较好的 那当然他很严重 说是森林切到最 有没有严重到 就是真的会有人去 检查你的包包 你有没有偷袋树枝回去 是没有啦 好 你刚才超过是还好啦 对对对 是还好 像检检枫叶 那个真的也没有关系 那当然就是要注意 就是 那是大家要看的东西 不要去影响到其他人 这就是他的基本礼貌 好 那在日本呢 因为很多的观光景点呢 他可能人是很多的 所以他会有一些规定 比如说要遵守固定的路径行走 要遵守固定的行进方向之类的 然后还有拍照摄影的时候 不可以去干扰到别人 那有很多地方呢 为了避免就是人群挤在那边 可能会有危险性 或是互相影响 他们会禁止摄影 或者是禁止进入 像那样子的地方呢 就有务必要遵守这些规范 这个是很基本的 虽然说很基本 但是其实很多人看到 禁止进入还是会进去 对他们就讲说 这个写日文我也看不懂 不好意思 他禁止进入 禁止看得懂了吧 对对对 而且立入禁止 禁止进入就是 他记忆立进去 立站立的立 进入的入 这很明显就是 不要你进去好吗 不要告诉我 你看不懂日文哦 这是韩字 好不好 中文意思我们也是懂 站跟进去都不行 这样的意思 很好懂吧 好 再来呢 就是去赏风的时候 要带什么 我觉得这个也是 见仁见智啦 不过呢 基本上赏风 风叶要红 要漂亮 通常都在比较山里面的地方 像刚刚讲到银杏 它可能在城市里面就有 不过如果你要看到 漂亮的风叶 可能包含一些景致 通常都在山里面 那所以呢 到山里面去呢 要带的东西 就是很基本啦 比如说 预含的衣物啊 卫生纸啊 然后 饮料 就是水 这个都一定要带 再来呢 在这个季节里面呢 细温变化比较大 所以预含衣物以外呢 可能也要记得带一些 折扇啊 之类的东西 嗯 那 为了能够能 顺利的赏风 你有可能要 能够顺利的 抵达那个地方 所以呢 服装的部分呢 当然就是要 穿着比较轻便一点 基本上就是 你去践行的时候 穿的衣服啦 对啊 如果你真的觉得 穿高跟鞋对 人来讲比较好心动的话 也不是不行啊 可是一般来讲 大家是不行这么做的 嘿 这样做实在是有点 对一般的人来讲 有点困难 如果对你来讲 是可以的话 那也是可以的 那再来呢 就是 呃 因为山里面嘛 气氛变化比较大 所以要穿着 比较容易的 那种洋葱式穿法 那这样的建议呢 其实也不只是在赏风啊 大概这个秋天 到接下来要到冬天以前 都是要注意这个部分的 嗯 不过比较需要讲的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概念 就是到山里面去散步啊 或是去走那些 比较不平的道路啊 建议手上不要随便拿太多东西 好 你的东西最好是用背包来的东西 把它背在后面 两手让它近空会比较好 嗯 那有些人甚至如果爬山 会拿一些登上手杖之类的 嗯 你拿了拐杖 然后又拿了别的东西 那就是增加危险度而已 嗯 那真的很危险 所以呢 两手近空 然后带着轻松的心情去看 是很重要的 嗯 那讲到赏风 嗯 应该讲说日本人 讲到赏什么呢 他们都一定要吃相对应的食物 这个哦 倒也不是他们一定要啦 就是他们的固定文化 台湾人好像会比较习惯 就是家里有什么都会带去 我最常在台湾的身上 看到山友们带的食物是 这类似肉干 花生 豆干 嘿 那些东西 可以理解 好台湿 对很好带 那日本人呢 他们就是会 比较想要带当季的食物 当季的食物 所以呢 其实他们 是像 以后有机会介绍 赏音的时候 他们也会吃到一些固定 赏音专用的食物 哦 我们之前在讲 女儿节的时候 应该有提到 大致上有提到 对 那赏风的时候呢 也有赏风的食物 可是不是固定啦 是因为这些食物呢 就是秋天特有的食物 对 比如说什么呢 这个季节刚采收下来的 蕎麦 去做的蕎麦面 他们叫做新蕎麦面 就是类似新米这样的概念 好 然后呢 还有就是 秋天嘛 所以栗子 还有他们就讲那个 薩芝麻芋 叫做 地瓜 地瓜 嘿 然后水果的话呢 就是柿子啊 水梨啊 之类的都是秋天 很常见的食物 也是当季的食物 那他们呢 其实本来就有那个习惯 会用落叶去烤地瓜的 可是要注意哦 落叶烤地瓜这件事情 只能在你家自己的院子里面 好不好 绝对 不可以到身上去做这件事情 非常的危险 烧起来 而且应该是会被抓去关的啦 因为 只是整个树枝都是森林切到 所以只是烧个树林 可能不知道什么罪了 真的是 很危险的事情 公共危险罪 对 因为我有听 就是我之前在日本的时候 我就有听到朋友说 那秋天我们去赏风 还可以顺便烤个地瓜 然后他说 要什么烤地瓜 你要这么烤地瓜 危险发言 对 要注意安全 这个是很重要 那有一件蛮有趣的东西 就是他们的那个 赏风的时候 有一种很特别的点心 这个点心呢 叫做 如果稍微会 日文的朋友应该会知道 天不拉就是炸物 果粉下去炸的东西 就叫天不拉 莫米吉的天不拉呢 就是把莫米吉 就是枫叶 下去炸 炸成天不拉 直接上去炸 对 这是一个 我没办法想象的食物 然后所以我就 特别去查了一下 莫米吉的天不拉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食物 它其实呢 是将枫叶 经过一定程序的处理 是真的是枫叶哦 经过一定程序的处理 然后呢 用小麦粉 然后裹砂糖跟芝麻 然后再用菜籽油 下去炸的一种 像是饼干 像是点心的东西 它呢 要在枫叶正红的 就是11月中旬 也就是大概现在这个时候 到12月初左右 然后一片一片的呢 去采摘那些枫叶 它这个枫叶呢 不是随便什么枫叶都可以 它是有一种叫做 一行事 还是一行事 我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念 一行事风 还是一行事风 这样特殊的品种的树呢 才下的叶子 然后呢 去腌制 它要先把它洗干净 然后用盐下去腌 把它腌到它会变色 变成很漂亮的黄色 然后 还要把就是叶子上面的 脏的东西 还有叶脉那些呢 都 比较硬的 对 都把它处理好 把它弄得很干净 然后 而且 腌制 要腌制一年 好 为了要能够保存 所以要用一米的时间 好搞干哦 对 去研制它 研制枫叶就对 其实跟研制樱花 那个意思应该差不多 然后呢 用盐 盐完之后呢 要做之前呢 就一片一片的把 就是 里面形状 比较漂亮的叶子 选出来 然后用水流 或者是用 泡在水里面的方式呢 去把刚刚 盐制的那个盐 给洗掉 然后 如果没有洗掉的话 它就会炸不好看啦 所以一定要把它洗干净 然后再来呢 再去 呃 特别挑 就是 完全没有被虫咬 然后也没有破掉 没有污笋的叶子 然后呢 去把它沾上 有小麦粉 水 砂糖 芝麻 裹成的面衣 然后 下去用比较好的油下去炸 炸出来的这个 像是饼干一样 的枫叶饼干 它是里面真的有枫叶的枫叶饼干 其实它挺高纲的 非常的麻烦 听说这个 听说很好吃 对 听说很好吃 而且这个一片一片啊 枫叶要炸20分钟 对于这么薄的东西还讲 它真的炸超级久 我觉得 可是它真的炸很漂亮 很厉害 很厉害 然后 像这种一行式 或一行式枫叶啊 它总共会 有五列到九列 日文讲法是五列 就是那个 五个尖尖的 或是九个尖尖的 那像台湾常说的枫叶 可能是五个尖尖的 然后七树是三个尖尖的嘛 这个就是 非常特别的一个食物 听说呢 这个食物在1300年前 就已经有了 但说实在的 我在看这篇文章之前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东西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听说也有很多日本人不知道 因为这还蛮就是 蛮当地蛮local的食物的样子 但是它并不是就是 什么枫叶形状的饼干 它是正拿枫叶去炸的饼干 所以就觉得非常厉害 好 那介绍完就是 赏风前的一切准备 包含点心之后呢 我们就来看看 日本有多少地方 是很适合赏风的地方 通常他们每年都会 针对每一个地区 他们赏风最适当的时间 会开一个类似 预定行程表 这样子的东西 预测 对预测 像樱花也会有这样的预测 然后枫叶的预测呢 会比较 时间会比较长一点点 因为枫叶可以建长的时间 比较长一些 好 从刚开始变色 到完全变色 然后到枫叶落下来 其实也是有这样的差别的 那每个时段都非常的漂亮 那当然这个枫叶的话呢 是从冷的地方开始 对不对 所以呢 一定是从北到南开始变红的 那就他们2021年的赏风的预测呢 明年就不一定是这样了 今年大家应该都不能去 不过可以参考一下 北日本的话呢 山上大概从9月下旬到11月上旬就可以看了 平地的话呢 大概从10月上旬到11月下旬左右 东日本地区呢 山上大概从10月下旬到12月上旬 现在也是季节了 那平地的话呢 从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 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西日本普遍来讲比较南边一点点 他山上的话大概从10月下旬到11月下旬 然后平地的话大概从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 如果有注意到的话 应该会发现东日本跟西日本的开始时间是不一样的 东日本比较早一点 西日本比较晚一点 但结束的时间呢 两个地方是差不多的 那是因为等到12月中旬左右开始呢 就会都变得很冷了 所以到时候呢 就算风意还没全红也该都掉光了 所以西日本那边呢 相对来讲比较 看的时间比较短一点点 如果他真的照这个时间在变化的话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赏风的民所 日本叫什么叫民所 就是说有名的地方啦 推荐去赏风的地方 那其实全日本各地都有 尤其是在很多的寺院 或者是很多的温泉区 还有山区 多半都是赏风的民所 那如果你今天听完我们的介绍 又没有记住什么东西 又不想要再重听过一次的话 其实明年你们自己要去旅行的时候 有一种很简单的判断方式 如果你可以找到那个地区的地区地图的话 上面只要有画枫叶图案的地方 就是赏风的民所 他们通常都会用枫叶这个符号来做标示 那樱花就会用樱花瓣的图案来做标示 那通常你会看到两个图案可能会在附近 因为那边就是种了很多树的地方 日本大概就是那个很大棵的树 不是这种樱花 树就是种种会变叶的植物 但因为日本绝对都会变冷嘛 所以大概都会有枫叶可以看 对 好 首先呢 从北边开始 这里边的话呢 应该讲到的是北海道 北海道那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赏风景点 叫做定山溪温泉 对 可以去赏风又可以泡温泉 没错 定山溪温泉呢 是一个国立公园指定的区域 然后呢 它也是全国很有名的一个赏风的民所 嗯 那大概就是北海道最漂亮 枫叶最漂亮的地区 以他们的介绍的概念来说 定山溪温泉 我们上次去的那个好像就是定山溪温泉 对 只是我们去的是已经五月了 所以就是没有什么都可以看 嗯 它离杂晃其实没有很远 就是杂晃室其实没有很远 所以如果有要去玩的人的话 可以把它跟杂晃室排在一起 嗯 嗯 对啊 还不错的地方 蛮近的 对 而且就是不会很远 然后又可以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这样子 嗯 好 然后再来呢 到了新系呢 有一个叫做苗场 那边有一个 缆车 因为它那里好像是一个很有名的滑雪场 嗯 它这个缆车呢 单趟就有5.5公里这么长 好 是听说是日本最长的一种缆车 大概会花25分钟的时间 可以让你在空中进行散步 然后呢 你可以一边看枫叶 这个对于怕高的人应该很崩溃 不过我觉得应该是很漂亮的 好 那再来呢 再下来是 呃 在福岛那边呢 有一个 土滩温泉亭 那边有一个地方叫做 潘梯无期Skyline Skyline也是 类似缆车这样子的东西啊 嗯 然后呢 它是 就是山区那样的感觉 对 它是日本的道路白选之一 然后呢 也是福岛县首区一指的 赏风名所 那当然你也可以就是 呃 在那边先 就是开车兜风之后呢 就可以到那个赏风的地方 那那边最大的看点 就是他们有一个很有名的风景圣地 叫做五七八景 这样的一个景观 嗯 好 那接下来呢 就到了关东地区 关东地区呢 其实赏风的地方就 也蛮多的 而且呢 大家多半都会去东京 之类的大城市嘛 所以呢 移动也都蛮方便的 那就像刚刚讲的 就是它大概在 10月中旬左右 就可以开始看了 一直可以看到 12月上旬 当然 平地跟 呃 山上 季节会有点不一样 那首先第一个 要介绍的地方呢 是在东京 它的立川市那边 有一个叫做 国营昭和纪念公园 也就是昭和纪念公园 好 那那边呢 有种非常多 不一样的树种 比如说像是 银杏叶 它的黄色的叶子 还有枫叶的 红色的叶子 好 都是非常漂亮的 那 那它大概有数百公尺 都是这些 银杏的 那个树的 就是并排的种 你可以看到 那个一排的银杏 然后呢 就可以感觉到那种 呃 怎么讲 金黄色的隧道 就是很常在日剧里面 看到的那个 黄金黄色的 银杏树的 那个树 对对对 行道树 那其实日本在 东京地区 东京都 就是我们想的 就是首都的东京都 它的街道边呢 也蛮常可以看到 银杏树的 所以你其实蛮容易 看到就是 就是一整排的银杏树 可是数百公尺 这么长 然后还可以看到 枫叶的地方呢 其实就 昭和纪念公园 就可以看得到了 那再来我们就到了 栗木县 应该是念 栗木的栗木县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地方叫做 纳虚高原 这个很有名哦 纳虚高原呢 也是全国有名的 一个枫叶的 赏风的景点 那它的看点呢 就是从那边 可以看到 纳虚连山 那是一个山脉的主峰 叫做茶旧月 然后从那边呢 可以坐缆车 然后呢 看到整个山上的景观 那一整面的山呢 都会因为 枫叶的关系被染红 这是一个 非常漂亮的风景 然后也是就是 上风迷壁看的 一个风景这样子 好 然后再下来呢 我们就到了群马 群马那里有一个 很有名的温泉 叫宜香堡温泉 宜香堡温泉呢 是一个蛮老的 一个温泉的景点 那如果大家对于 就是日本的温泉街 有那种阶梯 穿着那个温泉饭店的 那个寓衣在路上走 这样的形象的话 那我想你八成看到的 就是宜香堡温泉 好 那边就有 很典型的 对 山上的那种温泉区 然后还有那个石阶 这样子 那这个温泉的名所呢 也是同时 赏风的名所 好 那在它的就是 泉源附近的 那个有一个叫 河路桥附近呢 到了晚上呢 枫叶还会点灯 大部分我看到 晚上的枫叶点灯 其实有点 迷幻也有点可怕 对我来讲 因为是晚上 那就是 他们会用不同颜色的光线 从树下往上照 然后整个 枫叶就是 红红亮亮的 这样子 好 然后 非常的 就是奇幻的景观啦 很想 幻想型的那种景观 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 李小玛伯温泉 本身就是一个 很值得去玩的地方 好 那接下来呢 到了关西 就是静基附近 那静基呢 静基这边 比较有名的呢 一般就是蓝山 也就是京都那附近 还有滋鹤县的 比瑞山之类的 那他的看点呢 上次也有讲到 现在也就是时候了啦 如果现在能去的话 现在正好是 赏风的命迹 所以最有名的呢 就是京都府的蓝山 蓝山呢 在全世界来讲 都是赏风 很有名的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呢 它本身就是 一个很有名的 观光景点 那那边本来就有 很多寺庙 然后还有就是 山上种了很多的枫叶 还有呢 它有那个 那个叫宝金川 那条河川 然后很快宝金川的是 渡月桥 然后所以呢 沿着这个宝金川 沿岸呢 也可以看得到 很多枫叶 这都是很漂亮的风景 那其实秋天的蓝山呢 大概就是 赏风的一个 具有 非常具有 标准代名词的地方 对对对 如果不是应该 现在这样的话 每到秋天的蓝山 应该都急爆人 其实蓝山 一直都是很多人的 对 但是到了秋天 更多人 还有 樱花的时候 也很多人 对 其实很多点 像刚介绍很多地点 樱花跟枫叶 其实同一个地方 对 虽然不是同一棵树 但是同一个地方 那 除了京都以外呢 关系地区 还有一个地方 叫知赫县 知赫那边呢 有一个很有名的山 叫做比瑞山 为什么很有名呢 因为它上面有一个寺 叫做严历寺 比瑞山 严历寺 它是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地方 很有历史意义的地方 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 那 比瑞山严历寺 因为它在山上 所以呢 通常它 比较早 可以看得到枫叶 比平地还要早 那严历寺的附近呢 整个山上都是 可以赏风的场景 那也可以在那附近呢 坐到缆车 然后呢 可以看得到就是京都的街道 还有就是大津 琵琶湖那一带的景观 这样子 那接下来呢 我们到了和歌山 和歌山 比较难一点点的地方 和歌山呢 那边有一个地方 叫做高野山 高野山呢 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就是赏风的景点 它有名的地方在 它有1200年的历史 为什么说山有1200年的历史呢 对 以赏风景点来讲 它有1200年的历史 因为呢 这附近就是那个 以前的首都嘛 就是京都那样那一带 所以据说呢 1200年前呢 就有很多人 会去那边赏风叶了 这想起来就觉得蛮厉害的 好 那那边的特色呢 是它有很多颜色 鲜艳的风叶 而且呢 有一种神秘的氛围 那从它那里面 有一个叫做金刚峰寺 往上有一条路 很蜿蜿的路 小路 蜿蜿的小路 那晚上呢 就会一样像 刚刚前面讲到的 会有点灯 好 夜间的light up 那也是一样 就是可以看到 晚上的不同风貌的枫叶 嗯 那离开了关西地区之后呢 再往南一点 就到了九州 那九州地区呢 首先讲到的是福岗县 福岗县那里有一个 叫做滕江市娱乐园 滕江市娱乐园那边呢 是一个很有名的庭园啦 它是国家指定名胜的一个庭园 那那边呢 它整个占地呢 有一万坪那么大 然后呢 晚上呢 也会对于各种树木来进行 就是light up 就是点灯 所以可以看到 很幻想型的风景 每个地区啦 不同的感觉 应该就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古典庭园 哦 对应该是 因为这个是很有名的庭园啦 其实 嗯 他说市庭时代就有了 对啊 对啊 好 接下来到了这个鹿尔岛县 有一个地方叫做吉島 是雾岛 雾岛市 那边也是一个温泉区 雾岛温泉 那雾岛山呢 它总共有九个温泉 集合起来成为这个雾岛温泉的 呃 集散地 雾岛温泉乡 温泉区 对雾岛温泉区 然后在这个雾岛温泉区的周边呢 都有非常多赏风的景点 比如像什么大浪池啊 新川 西谷 湾尾的瀑布之类的 他有非常非常多可以看赏风的人气景点 也都是陆尔岛很有名的景点 看起来是适合开车兜风啦 到处赏风的感觉 对啊 好 然后讲到这里呢 就介绍完了 所以冲绳可能没有什么赏风的景点 好 不过呢 其实算说是没有啦 不过只要是日本人在的地方呢 多半都会中风数 好 只是有没有到一大片那么多可以看而已 那为什么冲绳没有呢 首先冲绳它本身是比较热的地方 到了冬天 比较不会那么明显 好 然后也 他们最一开始的文化呢 跟日本也有点不一样 以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 稍微讲一下日本冲绳这个特别的地方 好 那它因为跟本岛文化不一样的关系 所以不一定会做那么多 就是很像日本的这些介绍这样 它怎么讲起来会比较像是南洋风情 好 介绍到这边呢 大概就可以讲到 就是日本全国的赏风的名说 那其实看到风衣就代表就是秋天 就要结束了 其实也不是开始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进入冬天 冬天要来了 对的感觉 那在冬天要来之前的最后再出去踏青的完美时间 就是这个赏风的季节 那虽然今年是一样都没办法出国去玩啊 有点可惜 不过台湾应该有很多 像台湾应该是澳万大吧 澳万大是一个 就是比较山上的地方 对很有名的赏风的地方 还有一些山区啊都非常的就是漂亮 其实大家就是一定有机会的话 就多去外面走一走 其实像日本一样习惯去感受四季是很棒的事情 枫叶 然后接下来就算没有枫叶 可以看到就是落叶树的落叶的部分 其实也是都很漂亮的 我还记得以前我们去那个大阪万博公园的时候啊 他有一个就是像池子的地方嘛 旁边就有种很多枫叶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很多人在那边吃饭团 边吃饭团边赏风的感觉 嗯对对对对 像我们今天在决定要讲这个的时候 我就跟Sola讲说 我们来找一下就是 他日本就是赏风的时候都吃些什么东西这样 所以我们才去找到那个MOMICIのテンプラ 听说这个东西很多日本人都不知道 就是刚刚讲那个炸风叶 炸风叶 对对对 然后Sola就马上回答说吃饭团 我说不是啊他们哪里都可以吃饭团 不过真的他们就会在那些地方 边赏风边吃饭团 而且感觉他们就是专程带饭团去的 对啊对啊对啊 像我们那时候去万博公园 万博公园没有出现在我们介绍的那个赏风景点 可是那边也是很有名很有名的枫叶景点 嗯 对还有像奈良的山上也是很有名的枫叶景点 嗯 对对对 就是其实还蛮多的啊 蛮多没有介绍到的地方 那现在是都不能去 如果能去的话 到时候要去的时候可以再认真的规划看看 嗯 好那今天呢就线上跟大家一起进行了一段赏风的行程 那希望大家就是在秋天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 除了保重好自己的身体以外呢 就是可以多找一些这个季节才有的愉快的事情 比如说感受这种凉爽不用开冷气 也不用穿很多衣服的季节 其实也是一件蛮快乐的事情嘛 嗯 那有时间就出去外面走一走 现在终于解禁了 不过到处都是人就是了 出去还是要注意安全 嗯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会定期上传一些新的东西 然后找一些比较像这样有趣有用的话题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主题还不错 然后也可以就是常来听 然后分享给可能会喜欢这样主题的朋友 嗯 那今天呢 我们主题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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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